各位騎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騎呢 是在ORO的對局 那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雙方都下這個星位小木 那他這個大馬不掛 最近也是比較少見 我就簡單煎一個好了 拆二 那我就B住 對方都下這種比較復古的定時 他跳我這個虛格也是一個 常見的利用 那他如果是擋下面的話 這起我應該是 可以先拖先了 這邊未必要照著硬 我就先拖先好了 小飛掛那他直接夾 我就往這飛一個 往這飛他應該是只有衝斷了 如果說是爬下面的話 局部是比較虧損的 稍微比較虧損了 喔結果他還是爬下面了 他爬了跳的話我往這靠一個是什麼 我往這靠是不是還行 往這靠他如果衝了衝的話 我再擋住 他好像不太好 因為他斷的話我就立下他沾這個我吃住 他打了這邊藏不太出來 藏出來的話我剛好穿向眼 他這顆紙在高位的話 他好像被我一拖好像不是很好 只能貼這個那我就 然後我就怎麼樣 我就立下還是沾住 立下的話呢是什麼樣 我還是沾住好了 沾住感覺穩健一點 他就算這邊尖到的話 我局部都還是火起的 這樣的話左上角這個定型應該我是賺蠻多的 我把這邊全部目數撈掉 然後他只是走出這一排 那他走到這一排之後下一步這個藍下來好像他上面發展蠻大的 所以我可能就拆個二吧 順便限制他這邊的發展 那當然這一手其實也是有待上去啦 也許我應該去掛個角啦點角之類的 他這個點角那我就擋住吧 他搬一 他爬一個我就搬了長長我應該還行 這連搬 連搬我覺得有一點小局喔 連搬他如果說吃出去 我吃個角被他貼上來的話 他感覺下面發展不錯 然後我右邊就感覺扁扁的 好像不是很好 我就藏了一場好像比較好 搬了擋住 這起我要不要補 如果不補的話他這有一段段我退 嗯 補這個旗會不會有點緩啊 但不補會不會直接被 直接被 算了我覺得不想補 斷的話我們就退一個再戰鬥啊 我是覺得未必需要補啊這個旗 先往這邊掛一個 一方面如果說我下面有指令的話 我這樣子對於這邊的戰鬥也是蠻有支援的 他現在簡單的飛 那我就 再拆回來 這樣子他斷的話我也更不怕了 因為我下面有一些支援 那這起如果說他不敢斷的話 我這樣等於說省一手旗嗎 還是蠻爽的 而且他左邊其實發展還好 因為我隨時下面有個大飛可以漏進來 那他還是來斷了我就會 看這邊雙方能走成什麼樣子 貼我就搬這個 好像 感覺不是特別的嚴厲 然後這個我就都跑出來 這個沾這個貼我就再沾住 虎的話被他藏一下好像不舒服 不太舒服 我就沾住就可以了 斑 我就虎 喔他這起好像是可以跑出來 跑跑到我要煎煎一個 喔結果他他放棄跑出來 他是想要跳一個 那我就衝嗎 這也只有衝 不能被他滾包 他這起敢斑嗎 斑被我一斷他怎麼辦 斑這我一斷 這我肯定要斷他的 打吃我提掉 這我都照應啊 這個他有特別厲害的手段嗎 我場這邊剛好有一個穿向眼 還是我斑他呢 斑他強調他 比較氣勁的問題 形狀還有點問題 斑他一個 不過現在我右邊呢 確實是局部是死期的 也是要注意不要走得太開心 把右邊全部賣死 那就不行了 現在我重點是 這塊起必須要得出頭才行 因為我是覺得他暫時好像也封不住我 就算要封住我 那可能也可以讓我蹭出一點眼位 所以說 我覺得這塊起不是很擔心他的死活 但還是要提防一下就是了 虎一個 虎一個那我這起我也差不多該走右邊了 點他一下 先點他一下好了 看他看他是怎麼硬的 如果虎的話 我這邊還有沾的先手 如果說沾的話 那他形狀總是差一點 他走完那個 那我再把這個給蓋一下 還是我往下面拖呢 通常在騰挪的時候不外乎就是 要靠在靠在人家身上走 各種拖或者是蓋人家上面之類的 通常都是這些手段啊 當然怎麼運用的話 就還是要靠個人的多加練習了 這些往這靠也未必是好騎 也未必是好騎 但我只是想出個頭 出頭然後 然後 我這沾了以後往這再沾的話 好像他自己右邊這塊也沒有說走的特別特別好 他右邊這塊其實也還沒有完全火 所以說有時候自顧的時候也是不要只顧著自己跑 有時候如果能揪住對方的一些弱旗 去去檢討對方的話也是一個想法 頂我就擋住 中間他如果要滅我眼位的話可能會想要往這邊跳 不過跳了我剛好還可以再往外再跳一手 所以說還好 那他是 他是自己補齊了 那我就再利用一下 這樣子的話我這塊起大致上 往這一間 基本上就是可以活了 不過往這間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我先 先出頭再說 不過我 直接活盡也是一個想法 還是算了還是算了 先出頭再說 還是先出頭吧 那這樣他他從段開始這一串他好像也沒走到什麼東西 他就只是把跑出一台 跑出一條單關而已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意思 他往這一貼 我衝了貼他吧 這這貼他會再連搬進來 這連搬進來也好像也是有一點點痛 哇這被連搬有點痛啊 貼被他連搬 那乾脆自己煎一個好了 那我衝一下是為了說這邊還有個虛 不過如果直接虛也未必能成立 虛怕他衝過來 也未必能行啊 他現在應該是得補一手 往這點 往這點 往這點我走外面嗎 他這段不進來 斷了我衝了可以吃他 所以我就往外走一個 這下如果能虛到的話還是還是比較舒服的 那他這個貼沒有辦法 他這個我得補了 補在哪 補在哪 都差不多 我就我就併個好了 這個我這一排好像也是形狀很差 被他一虎 感覺行崩 這盤棋往下不太對 哇那現在一爬好像也是特別痛的一種 這我不敢擋 擋被他一翻 爛了 翻的話我跑的一段已經爛了 唉 這盤棋好像下的有問題 只能退啊 這不補還不行啊 因為被他一翻 我如果跑的話他一粘住 整個就掛掉了 這邊不補還不行 我這邊爬的話好像形狀有點爛 嗯 這盤棋目前確實是黑棋非常不錯的局面 他中間就不走了 有點想斷他 斷他之前先往這靠一個 靠的話算是他這種形狀的一個缺點 他如果飛我就老實的擋住 那他再踢的話他在裡面確實實控太大了 所以我可能 必須來點東西就是往這靠一個 15秒 18秒 靠他如果說斑的話 一般來說我是可能有斷或者是往前撞的可能性 現在斷的話被他吃一個感覺我割下這顆意識不大 我可能還是往前撞吧 那他擋住那我就再往前走 也是可以順勢把他左邊給錫一波 他藏這個我能不能 先搬腳上 腳上不知道能不能搬到搬會不會他拐這個 可是我又跑到這邊被他一立感覺也不是很爽 還搬好 所以他拐一下就給他拐吧 反正外面感覺我這裡還有個大飛 好像不是 他好像外面木樹不是特別的大 因為剛剛我這起如果我再往這擋實在是太沒意思 因為我這邊也有個漏風 那我還這擋這實在是太小了 他走這個 那我搬到一下我是不是能爬了 還是我沾住這個 沾住還是爬是一個問題 不過爬到邊打一路好像我也不太行 我怎麼往這打了 也差不多 沒關係應該也差不多 反正我如果單接他拐的時候我也不可能打三路吧 二路把他打掉應該也差不多 不過這個起好像不太好 他拐的時候我只能吃這個 然後他這樣立下再打一路的時候 我這顆子還不敢沾 沾被一爬就死了 唉 這起我木樹好像是蠻有問題的 而且主要是騎行都比較差一點 這等一下再一虎確實是太痛了 這邊我必須搶個先手我必須得走 各處的騎行都比較差一點 這個虎實在是太痛 唉就像我剛剛說的他這教室的時候我不敢沾了 沾他立了一爬我是死騎 這好像也不敢擋在外面 擋他立了 立了教師一拖我就死了 我這起應該單體 單體比較便宜 他尖一個 那我這起終於是搶到先手可以來走中間了吧 走中間 這場實在是 蠻重要的 雖然說看起來不是很顯眼的一個地方 但是這被一虎實在是太痛 我覺得他剛一直不虎我也是蠻疑惑的 這邊虎一個確實是蠻重要的 他飛了一方面也是補這個斷點 確實我剛也蠻想斷的但是實在是沒時機啊 就往這一虛不知道能不能虛到虛 怕他怕他反撥跳進來靠進來 我先接個時間 他就沾住那我往這飛一下 一方面也是消他這個模樣 現在這個木好像確實是不太好 他左邊現在這個漏 漏封的地方補助了 左邊比較大一點 不過好像木樹還還行嗎 看他左邊走人怎麼樣再說 他就直接強硬的飛封柱 飛封柱的話 我感覺他這個起應該是封不太住了 用一次好好想想這邊要怎麼去破他呢 貼一個貼 貼 貼一個應該能行 他如果搬住我再搬這個 他如果敢斷呢 那我就白想了 反正他就直接退一個 那我就再貼 再貼 再貼他是要怎麼再繼續撐住啊 左上角應該暫時沒事了 不過怕他搬了連搬進來之類的 硬要搞我 也是有可能 他搬 我搬這個他是不是要直接斷我 有沒有這麼兇 我覺得他好像不太敢斷我 他斷我打吃接住衝了沾住 他再沾這個之後我打了一虎 他裡頭 然後 也有點搞不清他 我不知道他敢不敢 蠻複雜的 他還是擋住了 擋住啊我將來有一個切一顆 免費切一顆先手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現在先往這邊走齊吧 拐一個 拐一個他這邊可能得委屈的補一個 他這也不敢搬 搬了我 我再搬 喔他還是敢搬 不過搬我再搬他 站住 我這 喔他還是不敢 對對對他不敢 搬了站住啊我斷了他這 打不死我 這樣子我還可以再往往這裡藏一個 我連這個都把它便宜掉 我便宜了一波 所以他這個左邊尾的也沒有想像中的大 那麼我接下來呢 再往這邊煎一個也是蠻舒服的一個關子 喔這個非常舒服 一方面也是確保我自己的 完全活活乾淨了這樣子 那麼這棋呢 嗯 接下來走哪是有問題 要不我們就把這個給切了吧 這個 還是蠻舒服的 這個走下面確實是不大 我擋這他就跳這 我擋這他就跳這 好像 好像暫時來說不是最大的一個一個關子 上面拆個二 不過其實我自己還有一點點擔心說這塊的死活 因為畢竟沒有完全聯絡 不然我們就完全聯絡好了 他搬一個 莫非是真的要做結是不是 做結就來吧 我不怕你 做結我到底是怎麼硬 反正他也沒有來 那我們就立下吧 其實剛我自己往這裡一個好像也是也是非常大的 嗯 我聯絡一個好像有一點點的太緩了 好像有點太緩了 我就尖他一下 尖他一下他敢拖先嗎 我這個各種飛進去 哎呦 還真的一秒鐘就給我拖先了 不給我面子 這樣我感覺他裡面沒有完全靜活 這其他他靜活的嗎 我先擋住這個 不過他會不會撞我就拖個先了 哇 我沒機會殺他了 我剛好直接應該來殺他爬一個一點 他好像啊 他爬一個一點他好像死了 我應該去吃他的 嚇太緩了我在走什麼 真是 先把黏掉好了 把黏掉了 這個是先手了 他沒有辦法脫先 我剛去應該去吃他的 我剛是在搞什麼東西啊 幹嘛去硬這個 唉 太臭了 不知道自己的 不知道自己的在下什麼東西 看一下 哇這奇 細喔 讓先的角度是細的 我這邊跳一個 如果不走的話 那可以吃我兩個也是蠻大的 而且跳的話下一步可以去破他的空 這邊打了一場 還可以靠一個 感覺他如果不防守一下的話 也是會會損失蠻多 那這樣子他硬一個的話 那我再往中間走 中間這敢大跳嗎 大跳被他靠 有一點點痛 小跳一個好 小跳一個好 他靠著我就退 這也不太敢監進了 因為我這邊擠還有先手 所以他只能雙一個 那就還好 這 這 這跑我還可以擋吧 不過再加進來我應該是沒辦法擋 好吧這下面被他撈光了 我這關子好像走的有問題 各種 各種虧損的感覺 像剛剛不殺他 我也是覺得蠻問號的 我應該爬進來殺他 稍微搓脫了一下就沒有機會 擠他一下 我擠了就必須吃了 他是要我吃下面 我怎麼覺得下面比較大 我覺得他應該就下面了 這樣的話我下一步這個搭住也是還蠻大的 我沾住 沾住下一步夾的進來嗎 好像夾不進來那應該還好 我怎麼煎他一下 煎了一長 這番型我關子可能下的有點問題 這邊有沒有手段 好像是沒有 我把這個搭住應該是最大的 還是細喔 我覺得我好像輸了 我應該是輸了吧 以讓線的角度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輸了 擠這個我就補 還有哪裡的關子比較大的嗎 10秒 好像暫時沒看出來 他應該往這沖一個 不然等一下被我打住的話 等於說是逆收了 他還要搬進來 這是要跟我打結的意思嗎 我往這打 他應該也沒必要打結 我覺得他搶到先手 把先手關收一收他應該是贏了 我還真的要打結 感覺沒必要 我感覺沒必要 而且他這邊結彩其實很多 應該說這邊我的結彩其實很多 這邊有好幾枚 然後右邊也有幾枚 他打結我比打得過我 我先找這邊的結彩 而且這個結其實我不是特別重的那種 也還行 也不是特別重的那種 我教室這個好像是虧的 因為我本來在外面有些先手 那又走錯了 又走錯了 真沒辦法接受自己啊 怎麼今天一隻 下臭棋啊 真的是 下一堆臭棋啊 就繼續打結吧 站在這 站在這 好像沒有什麼便宜的 這樣我等一下頂還有先手 10秒 10秒 1 2 3 4 他還有哪裡有結彩呢 打這個 確實他結彩也是很多 這都損結不太想打 10秒 打這個 欸我將來這個打一圈 再跳下去 說不定他還得收氣什麼的 將來 這個我必須硬喔 不然他打吃衝回去了 這個我得 站住 再打這個 我一開始的叫吃實在是虧了 我本來應該點在外面 這走哪都是一樣的 都是兩枚結彩 再翻一個 虧多了 這個這個教室一下子還是虧多 感覺就算本來能贏也是虧到的 虧到都已經不太可能能贏了 立下爆是不是結彩 小飛一個 好像不是結啊 不是結不是結 那我打他吧 好像我結彩快不夠了 結彩快不夠了 啊 撞這個 撞這個 等一下一挖是不是 挖我就爆了 我怎麼覺得這是瞎節 這是瞎節嗎 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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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這個我沾他衝了衝過去 那圖我好像不行 反靠 我這我必須用一次想想 我靠我好像炸了是不是 是 哇 夾這個這麼厲害 我厲害了 夾這個厲害啊 我搬一個問他問他應手我順便再想一想這局部 2 2 3 4 5 沾他衝了衝我斷掉的時候他接住 喔 他藏出去 啊 我好像要壞 10秒 1 2 3 4 5 6 7 8 9 5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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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9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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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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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又隨手就這麼搭住了 唉天啊 呃他這個是走錯了 我應該斷一個然後胡死他的 不過沒關係這樣子至少我們還是 還是連回去了 哇靠他這裡還有一蛙 哇天啊我又忽略了這一手 我只是我們還是可以我們還是可以活了 我們還是可以活我們還是可以活 但是這邊再加進來我是不是就爆了 這再加我就 擋不住了 我靠 唉真的是各種打燒啊我在嚇什麼 這邊又被打劫了 不行了不行了這個 勺子太多了我到底在下什麼東西啊 是要瘋了 趕快來回顧一下剛剛的盤起 最後面我應該是 這邊我可以把斷吃死他的 這樣子他不就爆了 這又打不出去 喔這麼簡單的起結果我就簡單的靠一個 媽的 真是昏了 斷一個 像他還只能這樣子走這樣子我不是贏了嗎 唉瘋了是不是 真是瘋了 各種勺子從一開始到後面到底是打了多少勺啊 好我們從頭來看 那這個旗呢 這邊被點了好像還是蠻痛的 這邊他應該虎啊這個虎過來我痛不欲生啊 我這邊必須聯絡 不不聯絡 這邊搬了衝過來是死的 那我 沾住的話他再往這分斷我 這一塊這塊起實在是太苦了 或者他也不要馬上分斷 他就先來走別的地方 比方說爬一個 之類的 前面走到這邊確實是黑騎相當不錯的局面 他就先虎掉一下之後 也不知道走哪 這應該還是用跳的比較正常 欸這起也還早 也未必就是他好 可能也還早吧 只是到處擺起的形狀都比較有問題 這飛被我一靠的話 好像還是 還是不是特別理想的 從哪邊我開始出一對勺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時候搬開始 我這搬明顯應該爬進來 爬進來他這個起確實 可能要死啊 爬爬了 點這個他好像不太能行 他如果遮斷我的話 我這還可以跳回去 幫我就爬過 沾我也就沾住 他這起好像不太能行 如果猴 喔不過猴好像可以活 猴他在煎這個好像可以 欸那我有沒有辦法去吃他 不過至少我就算爬了一下也是便宜多啦 對不對 而且這裡我最簡單的搬了一點就至少有個打結了 這樣子是至少有個打結殺他 那他如果斷的話這邊我拉回去 他這好像已經進死了 這樣子變進死 這體我衝進來他進死 我隨便至少也是搬了一點也是可以有打結吃他的可能性 那這裡我簡單斑便要賺一個搶的先手之後一擋 這沒有機會去弄他 之後的關子也是 出了一些問題 這裡的打結我是覺得他沒有必要 應該正常收應該是他好 這個這個教師開始又出現問題 這教師其實虧蠻多的 我第一個找結應該往這找一個 他這期如果說想要便宜結材的話他要補在這裡 但是這樣子他就木數虧損了 那我再提回來之類的 不過這樣子打結應該是他打贏他能打贏了 但這個本身是虧木的結材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最後這裡我 我這一叫吃他就爆了 這叫吃反而他就可能要補夠了 結果跑去夾一個 最後這個虎又是在搞笑 這被一尖 整塊騎便打結 那你就那就不行了 而且這邊還有欠一個衝死 這起我如果 這裡如果是沾住這被衝 那這裡還是可以活的 這裡還是能活的 那 不過這裡還是要被夾進來 夾的話我只能沾了一擋住 這樣子騎是什麼 我這起還是能下 這其實這起還是能收 那我真的是各種勺子把自己給賣死 這這立下是肯定不行的 這衝過來這樣子 氣是慢一氣了 不過沾的時候他有沒有可能 來搞一點特別的東西 比方說往這一點 往這一點一爬 是不是我 我又不太行 不過這我可以扳下來 他好像撐不住 那他就渡過 再往這裡頭扳一個 還是很噁心的 我這樣還是噁心的 不過我就退讓 這樣子目數應該就細很多了 這 這樣子好像就搞不清了 感覺還是黑要贏一點 因為 這個形式判斷也不太準 應該還是黑騎要贏一點 不過問題是我這一虎整個就已經在搞笑了 好吧 那這番期就跟大家講解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看